看过郭德纲与王孟婷私生女绯闻的网友相信都明白 这个绯闻太过于离谱 从账号中就能发现 没有粉丝 阅读量也极少 内容更是毫无根据 光看着名字 还以为是哪个权威账号呢 其实也不过是个野鸡小号 但因为有郭德纲的加持 才让更多的人去关注 很多人却忽略了其中的女主角 但不能让一句私生女毁了一直努力的王孟婷 一开始都以为王孟婷只是在麒麟剧社唱京剧的女演员 但仔细了解过才发现 这位京剧演员却不是那么简单 王孟婷天生就是唱戏的料 七岁就开始学习京剧 十岁就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京剧表演系 十二岁出演京剧大宅门并荣获央视的收视冠军 十六岁顺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 二十岁的她就已经进入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 在那里工作学习 因为长得漂亮被称为京剧女神 在专专业能力上也是相当强 二十四岁时就挑大梁主演京剧西娇 当天票房直接授庆 一票难求 一直以来 王孟婷就在这条路上不断进步 自身条件优越 又用功努力 所以她主演的京剧都有着不俗的成绩 获得多项戏曲奖 可谓是一年一小奖 三年一大奖 当然王孟婷的成功也离不开老师的教导 他的老师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 孙玉敏是国家一级演员 曾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项梅花奖 更是寻会生的亲传弟子 能成为孙玉敏的入世弟子 王孟婷的天赋与努力可想而知 不光有天赋与努力 对于京剧 王孟婷更多的是热爱 她曾在采访中说过 京剧的传承是我毕生的使命 要做就做好角 是她在艺术上与精神上的追求 热爱京剧的王孟婷 不光是嘴上说说 而是付出了行动 对于现如今传统曲艺传承来说 创新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结合当下观众的审美 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到京剧中 这就是王孟婷想到的方法 比如在京剧舞台上 跳当下流行的盲众 而除了创新外 王孟婷还经常在短视频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与演戏状态 把京剧和当下的流行歌曲相结合 赢得了许多粉丝的认可 除了创新方面 王孟婷在18年就开办了自己的京剧社 小刘香社 19年开办了小刘香社京剧传译班 为京剧培养下一代 而跟郭德纲或者说是麒麟剧社 也只是合作关系 王孟婷也一直很敬重郭德纲 他曾在采访中说过 郭德纲的戏都属于男派路子 放在纯唱京剧里是没人会唱的 只是通过不断创新才能达成合作 所以与郭德纲合作非常锻炼人 郭老师的戏 他的戏都属于男派路子 说实话 放在我们纯唱京剧的或者京剧院的 是没人会的 所以跟他唱戏必须是 得有一个创作精神 角色都得靠你自己去创作 唱枪啊表演啊 舞台调度都是你自己要去创作要编的 所以跟他在一起合作我觉得很紧张的人呢 确实通过郭老师有更多的粉丝来关注我 如果说我从郭老师外反应 我觉得只要是能让更多人喜欢京剧 我觉得说我什么都好 可这么多年来 心酸苦楚无人问 如今私生女绯闻 抹掉她所有的努力 一位愿意把最好年纪留给舞台 对京剧痴迷的姑娘 出名不是因为业务能力 而是被造谣绯闻 实属不该 当年郭德纲爱才 就京剧神童陶阳与水火之间 让他拜师学艺 认他为干儿子 这么多年 一直都为放弃培养他在京剧上的造化 出于对京剧的热爱 郭德纲创办了专著京剧的麒麟社 试图拯救京剧 这想法与王孟婷相当合拍 所以他也欣赏志同道合的王孟婷 才有了诸多的合作 只可惜彼此合作 却成了外人造谣声势的资本 而观众关注的不是京剧 而是绯闻 不仅让人心寒 在郭德纲的努力下 相声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如今他愿意在京剧上下功夫 在遵循传统的同时 去突破常规 让京剧更加多元化 可惜被造谣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 更多的是关注他们舞台上的表现 而一位七岁就唱戏的姑娘 坚持传统不忘创新 努力将京剧传承下去的王孟婷 也不应该出现在 绯闻的页面上 也不应该为此次造谣事件买单 然后再次造谣事件买单 再次造谣事件买单